大家好,我是人人宽客讲师莫金龙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策略是人人宽客C4L模型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就是自动加减仓模型 关于这个模型,这个策略 强华老师已经给大家讲过他的策略思路 以及他的核心思想 我这边就不再赘述 我这边主要是讲代码的部分 我们还是来简单看一下它的注解 就是策略思路这一块 首先进场然后高低点均值 构建一个上下轨 然后突破上轨开多 突破下轨开空 那么同时也是一个正反手的一个模型 出场及进场的即反手平仓 出场这一块 出场开盘的确定好 事实上这标应该是这样写 应该是开仓 开仓确定好止损 然后达到盈利以后呢 那么出版仓 然后后来的话就是要么是反手出场 让我们是达到我这个保护性之寸以后出场 它是用在15分钟周期 然后它的品种有银 金 沥青 玉米 淀粉 还有面 铁矿石 鸡蛋 焦炭 正存 还有棕铝 PPTA 螺纹 橡胶 网规和正媒 等一些品种 主要是用在15分钟周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参数部分 参数部分呢 它这边设置了是三个参数 其中呢 是有两个是核心的一个计算参数 还有一个是常用的保真金参数 这个是常用参数 不是不属于这个核心计算参数 核心计算参数呢 一个是它的一个周期参数 还有一个就是MATR 也就是它的OTR倍数参数 然后变量这一块呢 第一个变量呢 是保真金变量的一个计算 然后第二个变量呢 是上轨 第三个变量呢 是下轨 然后就是MadeHL 就是一个中轨 中轨线 下面呢 这个是TR的一个计算 就是真实波幅的一个计算变量 然后ATR ATR的一个计算变量 这个呢 是VOL SP 就是这个变量的意思呢 也就是平仓的这个数量 平仓数量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加减仓模型的 那么平仓呢 肯定是要减仓的话 肯定是不可能一次性全出 有可能会平掉一部分量 然后这个变量呢 主要是保存你要平掉多少 这个是平多头 然后下面这个是平空头 这个是价格 保存一个价格 下面这个上面这几个变量呢 全部都是数值型 数值序列型的一个变量类型 下面这个变量类型呢 是属于布尔序列型 也就是它是一个 是有真假的一个 判断它是真还是假的一个变量类型 然后首先我们来看这个bypk bypk呢 它就是一个开仓的一个变量 然后开多 开空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平多 然后平空 平空 然后平多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一个平多 然后平空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开关 后面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bypk 这个多头平常的一个开关 和空头平常的一个开关 后面代码中会有体现 这里我们先不细讲 好的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代码的一个主体部分 那么主体部分呢 第一段代码呢 就是我们的常用代码 是一个集合竞价和这个 集合竞价和这个小结果率的一个代码 这个代码也是一个属于一个常用代码 然后下面这段代码呢 那下面这段代码呢 就是我们的投入的保存金数量 然后然后转化成首数 然后就给你看这里面有个计算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里面有这个max max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2 一个是后面的这个计算部分 也就是这个通俗来讲呢 就是最少的也只会 最少也不会少过两手 我们来讲这个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首先呢 这是我们刚才设置的 这个保存金数量的一个参数 然后它除以 除以下面这一段计算整式 就是它的开盘价 然后乘以它的合约敦数 然后它的最大点价值 然后乘以它的保存金比例 那么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豆魄吧 豆魄的话 它的价格是3000块钱 然后它的这个合约敦数呢 是一张合约是10吨嘛 对吧 10吨 然后乘以它的这个点价值呢 是1块钱 对吧 波动一个点是1块钱嘛 然后这样 它的最新价格呢 它的价格是3000块钱 乘以它的敦数 然后再乘以它的点价值 那么它一张合约的总价值呢 是3万块钱 对吧 3万块钱呢 然后我们如果要交易一手 豆魄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保证金塑料是多少呢 保证金塑料是3000块钱 也就是它是10%的一个保存金 这里是0.1%的一个保存金 也就是说这一段公式呢 计算出来 我要交易一手豆魄 是要付出3000块钱保存金 可能是就假设它是3000块钱一手的这种情况 然后这里面呢 是用了开盘价来计算 好的 然后我们的保证金呢 是设置多少呢 是5万块钱 那么5万块钱的话 除以3000块钱是能开多少手呢 我们来计算一下 5万除以3000 然后是能开16.6手 当然了 我们不可能开0.几手去 所以说我们前面还有一个系统的系统函数 就是将它取整 就是这个函数 impart 将它取整 也就是说我们能开16手 如果说是按3000块钱来算的话 能开16手 那么我们进行一个大小 它大于两手 好我们开16手 保存到表移这个变化当中去 那么这个就是这段代码的一个整体含义 好的 我们继续往下 就是TR 就是真实 真实波幅的一个计算 真实波幅的一个计算呢 首先呢 要进行一个比达小 那么就是 先看括号以内 最高价格 最低价格的一个差值 然后与 它的上一个收盘价格 当前最新价格 最高价格的一个差值 然后取这两个值的最大值 好取出最大值之后呢 这是这第一个 Mix去计算完毕 然后继续看大Mix Mix呢 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 是昨天的收盘价减去 计算最低价 然后计算出这个差值呢 和之前我们计算的这个Mix呢 再比一次大小 然后去它的最大值 那么就是它的一个真实波幅 那么ATR呢 ATR呢就是 在一定周期以内的真实波幅 也就是平均真实波幅 这是一个 ATR的一个 是ATR的一个 普通的计算公式 你在网上 很多方面都会有 计算公式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上轨和下轨 高地点均值 那么构建上下轨 那么首先呢 这个函数就是取最大值 一定周期以内的最大值 然后这是它的一定周期内的均值 最高价的均值 然后一定周期以内 就是比如说 我的Lens是定的100 那么100根磅线以内的 最高点的均值 然后 然后100乘以2 乘以2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是200根磅线以内的 这个均值的最大值 这个100根磅线以内 在200根周期以内的最大值 是多少 然后将它保存到HH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高地点均值 构建上下轨 首先我们先计算均值 然后再取200周期以内 最大的一个均值 然后把它保存到这个HH里面 然后LL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先计算出 这个100周期以内的 最低 最低点的 这个 就是所有低价的 所有低价的一个均值 然后在200周期以内 取它的最小值 然后保存到 它的LL里面 这个变量 然后这个下面 这个就是开仓的一个计算条件 首先呢 就是开多 开多的话就是最新价 所以我们这里面用到的是一个最新价 如果大于了上一个磅线的这个最大值 就保存在HH 大于上一个也就是我们大于上轨 好吧 也就是开多最新价额大于上轨 满足我们的开多条件 by peak by peak by pk 然后下一个呢 是如果我们的最新价小于它的这个下轨 好吧 小于它的下轨 我们就开工 这是它的最简单的两个交易条件 也就是它刚才这里面 收到的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交易条件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均值 就是上轨和下轨中间的中轴线 你可以把它这样理解中轴线 我们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和 车以0.5 那就是它的一个中轴线 对啊 MadeHL中轴线 然后这个中轴线计算完毕之后呢 我们至于看它的这个平常条件 这个平常条件很有意思 这里写的就是 当它的最新价格呢 小于 嗯 多少根棒线 多少根棒线以前的这个中轴线呢 注意看 它这里用到了一个棒 since entry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系统函数就是 经常时那根棒线的数量 到目前这根棒线的数量 也就是说 简单来讲就是 我经常时这根棒线 已经开始被记录 然后到我目前这根棒线 最新这根棒线的时候 经历了多少根棒线 那么 可能这么讲会抽象一点 我给大家把它打印出来 放到图表上 就会非常的直观一点 比如说 好的 我们把它打印到图表上看 不好意思啊 这里用错了 不好意思 原来是加好 好的 我们先放到图表上看一看 这个系统函数 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吧 看这个吧 我是在哪根棒线开的仓呢 是在这里 对吧 这里的话 这里我开的一个多单 开的一个空单 然后后面一根棒线是零 那是一 然后 事实上 这个棒线应该是零 是应该是零 然后 我开了一个棒线 之后的第二根棒线是一 第三根是二 三四五六七八 这是向前推 向前推 然后一个正序的一个排序 那么到直到这个第二十根棒线的时候呢 我和开仓时这根棒线呢 已经相差了 有二十个中间已经相差了二十根棒线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 就是要计算的就是这个条件 那么开仓时次定好止损 那么这是一个止损条件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开仓之后呢 保存我的中轴线 保存我的中轴线 为我的这个止损线 那么无论经历 后面比如说 我以后面 我比如说我经历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会缩到 假设我是到了这个线 到了第三十四个线的时候 那么我的这个止损线在哪里呢 是在开仓时候呢 保存的这个中轴线 那么我往前回溯 比如说我在30 我往前回溯30 正好就是回溯到了这个地方 回溯到了这个地方的中轴线 它这个计算方式就是比较有意思 就有意思 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就是当我的最新价格呢 如果小于我开仓时保存的中轴线的那个数值呢 我就平多 然后当我的这个最新价格呢 大于我开仓时候呢 保存的这个中轴线 那我就平空 这样的话 这是它的第一个出厂条件 第一个它的一个出厂方式 这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出厂方式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第二种出厂方式 第二种出厂方式呢 也是比较有意思一点 就是当它的最新价格呢 就是小于等于我的这个上轨的时候 首先它是要跌破上轨了已经 然后同时呢 我的最新价格呢 如果是要大于我进场时候的价格 那进场时候的价格 然后加上 MATR乘以ATR MATR是一个参数 我们刚才说过了 它是一个倍数 这个是20倍 20乘以ATR就是 20倍ATR 然后就是我的最新价格要大于我的进场价格 加上20倍ATR 然后条件成立 那就是这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 不这个是一个止盈性的一个出厂 因为我一定要大于我的出厂价格 我一定要大于我出厂价格 这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平多 保护性的一个平多 就是我这个减仓呢 这个第二种出厂方式 是一种减仓的出厂方式 然后它必须是盈利出厂 它必须是盈利出厂 这就是达到盈利以后的出版仓 就是在这一段代码当中呢 这是一个核心计算 这是平多 当我的最新价格小于我的上轨 并且呢 最新价格呢 要大于我进场时候价格 加上20倍ATR 也就是我肯定要保证一定的盈利 然后出厂 这是这个 然后下面的这个呢 是 下面的这个是平多 平空 下面这个是bypj 就是平空 平空呢 就是当我的这个 当我的这个最新价格呢 如果说是大于我的下轨 然后并且呢 价格呢 要小于我进场时候的价格 减去20倍ATR 空头盈利嘛 然后平多 二平空 这是它的整个的核心的一个计算部分 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计算部分 那么计算部分呢 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 就是首先呢我要计算我要开多少手 然后呢计算一下核心的ATR 然后再计算它的这个上下轨 然后构建这个开仓条件 然后计算一个中轴线 然后这个中轴线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最远 最经常时的止损线 然后这是第一种平常方式 是一种保护性的一种止损 然后第二个是呢 是指引出场 我们就达到一定盈利之后呢 我就指引出场了 好的 这就是它的一个核心计算部分 然后下面呢 下面呢 是它的这个图表部分 那这是开仓部分 然后就是第一个这个函数呢 就是conven bar 它就是一个图表棒线 就是图表上有多少根棒线 才会进行一个计算 就是图表上这个棒线呢 一定要大于我设置的 这个计算周期的这个棒线 否则的话 我还计算什么呢 根本就会出现bug 所以它图表上必须要大于 必须要大于100根棒线 那么事实上呢 这里应该是要大于这个 大于200根棒线 然后下面的这一块呢 是 下面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开拓 也就是开拼拓的一个计算公式 就是我开拓同时反手拼掉 把空头停掉 也就是开拓正反手的一个计算 首先呢 market participation 小于等于0 首先呢 它要么就是持有空场 要么就是没有 没有持场 不能持有多头 然后满足开拓条件 开拓条件在哪里 就是我的追行价格 我大于我的上轨 好我就开拓 然后by 然后执行 然后一定开拓二手 通过这边的一个计算 然后假设是豆婆 开16手 16手 然后 这因为我已经向前推了一个棒线 所以说就是次日开盘价进场 这里有开关 这个开关呢 就是当我要开仓了以后 开仓了以后 我这个开关呢 将复制为假 复制为floss 复制为floss呢 是表示我还没有出场 表示没有出场 所以说是复制为floss 然后就是comment tree 然后就是打印到这个图表上 就是bpk 就是开平 开平 开平多 然后就是把空多频道开多 然后market participation 大于等于零 就是当前如果是有多头持仓 或者是没有持仓的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会开空 首先呢 就是seal salt seal salt就是刚才我们讲过 开空 然后计算一定数量 我要开多少扫 然后呢 就是告诉 同时告诉系统呢 我还没有出场 就是floss 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开关 并不是一个系统开关 后面我们这个开关 肯定是要有一个闭环的 肯定是要有一个闭环的 然后这就是它的开多的 开多部分呢 就算完成了 开多部分是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 平仓部分 平仓部分呢 就是bouncing entry 要大于1 bouncing entry呢 刚才我们已经输出到了这个图表上 输出到了这个图表上 我们是先来简单看一下 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有个开仓 注意看 这里的我是一个存开仓 没有进行开屏多的一个开仓 我们看到这种bouncing entry呢 它是等于0的 对于看下面这个公式应用 这个注解里面 就是bouncing entry呢 是等于0的 也就是说我开仓的本根 帮线呢 它是续号是0 然后后面一根是1 再后面一根是2 3 4 5 7 8 90 那就是向前推的 那就是bouncing entry呢 如果大于1的话 也就是说我开仓这根 这根帮线呢 是续号是0 第二个帮线是1 那么大于1呢 就是相当于是我开仓后的 第三个 开仓后的第二根帮线 也就是开仓的第三根帮线 开仓后的第二根帮线呢 是bouncing entry2 那么也就是说 我开仓后的第二根帮线 那么我才可以进行一个 评多的一个操作 就是 当我的market partition大于0 也就是 我有多头持仓的情况下 我要进行一个出场 首先呢 是第一个出场条件 先看它满不满足 就是cocs 就是当追星战盒呢 如果小于我的中轨线的时候 小于我的中轨线的时候 满不满足 如果满足的话 我就全屏 这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出场 就是全屏 然后下面这个呢 是一个减仓的一个减仓的一个平仓 就是vol 减仓数量 先进行一个计算 首先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计算公式 首先是max max1 然后这是第一是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 是计算它这个持仓量 这个系统减数呢 就是当前这个图表 当前这个账户持仓呢 持仓的数量 那么持仓的数量呢 乘以0.5 也就是我平半仓 平半仓 也就是我半仓的一个塑料是多少 然后进行一个绝对值的一个规则 然后max是最少平一仓 最少平一仓 然后这里呢 我们刚才看到这里 最少开两仓 对吧 最少平一仓 进行一个比大小 假设我是16仓 那我这个边的话计算公式就是 我0.5 所以我当前这种持仓就是8仓 对吧 然后max1比8 1和8比一下往下 然后去8 那去做它的一个平仓数量 然后代入到下面这个公式 首先注意看我们这里有个开关了 就是我们在开仓的时候呢 我们要告诉其他 我们并没有持仓 并没有平仓 并没有这个平仓 就是我打开了这个减仓的一个开关 那么这个减仓开关 跟它这个满足的时候 这个开关等负老师 我这边也就复制为负老师 然后好 进行一个平仓条件的一个计算 平仓条件呢 我们注意这是一个指引的一个出厂 就是这里 当它的最新价格小于它的这个上轨 并且的最新价格呢 要大于它的进场价格加上20倍ATR 好 这个平仓条件满足 然后平仓同时呢高速系统 我这边已经评论称了 将状态改为处 不会再进来了 不会再进行第二次减仓 只减仓一次 那么就是这边的一个计算过程 然后下面一个是上面是平多平多的两种出厂方式 一种是碰到了我的这个中轨的止损线 一种是我满足一定盈利之后的 我指引出厂 平半仓 并且呢只平一次 就把这个开关就关注了 我告诉其中我已经减过仓了 然后下面这个是market position 小于林就是平空 平空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跟平多正好是相反 相反的话就是 相反的话这就是这个 当我的这个平空条件满足 平空条件满足 也就是说当我的最新价格呢 如果说是大于了 我当时进场时候保存的那根中轨线的素质 那么我就平空 如果是没有满足 没有满足我就不会进行平空 并且是全部平掉 然后这个是空头的一个减仓 也是刚才的一个计算公式 然后先计算一下当前有多少个空头持有 空头持有呢 因为你的这个空头持有可能是存在负数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素质计算当中呢 是不能有负数的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是这个加了一个绝对值 空头的话是有可能是负数 是负数是负数 就是在你的账户图表当中呢 显示的是比如说负一手负二手负三手 但是我们后面的这个计算啊 就是下单其他呢 它必须是一个正数 所以说我们将它取一个绝对值 那然后进行一个平仓的计算 然后拼空呢 也是当系统开空 当系统开空 然后告诉系统我这还没有减仓 然后我这边减仓条件满足 然后 诶 平仓 平掉一部分 平多少 一半 然后告诉系统 我这边平了仓了 关掉这个开关 这样的话我的这个自动加减仓呢 就算 计算完毕了 实际上这个不是加减仓啊 因为它出动没有加仓 就是一个减仓 就是一个减仓 那么减仓的话就是 就是这里分两次出场 第一次减一半 第二次呢 全部出掉 就只减过一次仓 整体来讲呢 这个策略它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策略 它这个策略呢 其实是一部分就是一个计算 核心计算的一个部分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均值的一个高点 高低点的一个计算 均值这个取最大的高点 和最小的低点 然后呢 这里面用到一个 这个方法也是比较好用一点 就是如果说 我想保存我经常时候的某个素质呢 你就用bounce entry向前推就可以了 bounce entry向前推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大家可以学会一下 就是说 我想保存我经常时候的这个 这个一个变量的一个值 然后我就用这种方式 把它保存下来 这个就是tb部分 那么tb部分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刚才讲tb部分呢 有一个地方没给大家讲 就是它的一个策略绩效 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把这个CC1放到图表上来 我们看一眼先 那么首先呢 就是我这边有一个开仓 然后中间呢 达到一定引力以后 并且有一定回撤 哎好 我平掉一半 然后后面的这部分如果反手打到我平反手呢 就会全部出掉 或者说达到我的一个止损我也会全部出掉 这地方是它的一个止损 达到我的一个中轨线 我要全部出掉它 所以它的整个一个信号的一个展示 平半仓 然后全出 这是一个反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策略绩效吧 策略绩效的话 这是我甚至放在罗文 然后我的策略条件是1.5%收费 然后是每手一跳 正开平仓正反手各一跳 然后是这个样子 这些绩效看样的样子还是不错的 从简单来看一下取向也不错了 看一下它月度盈亏 月度平均盈亏 月度平均盈亏呢 它盈利最好几个月份 还是在从3月份 差不多到9月份这一块 那么其他月份呢 像1月和2月和这个10月呢 都是比较弱 都是比较弱势的一个时期 那其实这个月度平均盈亏 注照图呢 是展示一个什么呢 主要是展示一个 这个模型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季节性 一个盈利的一个季节性 然后我测试的时间呢 是从09年开始 09年开始的话差不多10年了吧 10年的一个 10年的一个情况呢 它其实盈利最好的还是在3月到9月这一块 也就是说你使用模型呢 你可以根据这个季节性来使用 就是说我3月到9月这一块 我可能会用这个模型 那么比如说像1月2月 我可能会人工干预把它停掉 就是说我还是会有一些季节性的考虑 然后来简单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参数 首先它的一个平均盈亏比 不是一个总盈亏比是2.1 2.1 然后总利润呢是9万5 我用的是9万5 看错了 不好意思啊 看错了 然后它的交易省数呢是2470首 然后它的盈利呢是差不多是36.6 它的盈利呢刚刚是95万 95万 不好意思啊 我一直说怎么可能那么少 然后它的一个平均利润呢是每搜差不多386块钱的一个盈亏 然后它的平均盈亏比还是不错的 差不多是3.66 然后这后面这些东西呢都不是比较重要的 其中一个年化呢会比较高一点 是非常高了 这个年化就单品种来讲 就是134%的一个年化 然后它的下部比率呢是在1附近0.98 所以比较中庸一点 事实上下部比率最好是在1.1以上 然后回测值呢 回测值是差不多20万 那么它整体来讲呢这个交易交易交易报告这一块呢 它比较突出的几个指标呢是这个和它的总盈利 总盈利 然后还有它的年化 比较平庸一点的指标呢 是它的回测值和它的下部比率 以及它的胜率 那么平均利润呢 平均利润这个指标其实并不是很关键 并不是很关键 那么主要它的交易手速呢其实也不多 也不多 这几个指标呢 可能会比较中庸偏下一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指标图 详细一个指标图事实上还是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一点啊 波动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是从这个17年到19年呢应该是没有创过新高的 应该是没有创过新高的 所以我们当你看一个图表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看它的详细数据 看它的这个详细数据 整体来讲这个模型其实它的主要盈利段还是在09年和16年这一段 然后它们在罗文上面的表现它其实并不是很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就是一个CTA模型的一个通编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去把它结合一些其他模型去相互 那其他的这个品种 去把它相互搭配一下 然后这是单品种的一个测试 事实上还是还是可以这个单品种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 就是它的一个整个组合测试一下 我看到它是一个C41 C41这一块的话 它这个是把它都打开 然后我们在设置这个图表的这个属性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点击点击文件 然后设置所有图表参数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设置一下 所有全部交易品种的一个文人参数 我这边设置的是1.5.1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全部点击 点击之后呢 它的所有的这个工作区和图表呢 都会去更改 那可以看到 就是不用去一个一个图表去点的类似了 我们可以就是用这个文件 然后设置所有图表参数 这块来进行调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组合测试吧 看一看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组合测试这一块 整个组合测试下来是引力到各十百千万十万 百万七百三十多万 这个是加减仓模型的一个特点 就是实际上我这个使用的一个保证金数量也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设置的是五万的保证金 如果你设成那个两万或者三万的话 它能达到三四百万的盈利就已经是非常好了 那么如果说按这个模型的话 这个模型发布比较早了 然后到现在这个还是在创新高 如果整体搭配起来的话 还是绩效还是非常不错的 胜率呢是三十亿左右 然后它的这个盈亏比是三点六三 然后它的年化呢 年化收益是差不多是八十多万 然后它的这个最大资产回测是五十五十二万 然后最量的话它是这个跟这个年化收益比呢 就回测跟年化收益比呢 大于一是最基本的 一定要大于一 它这边大于一了 还是可以 然后指标平衡点 我还是个人认为 它这回事还是这个 还是有点大 这也是没办法 这个是加减三模型的一个通病 然后它的这个下部比率呢 整体来讲是1.31 1.32还是不错的及格了 然后年化收益呢 整体来讲其实还是偏低了 就是整体来讲年化收益还是偏低了 89左右 大概就看这几个指标就可以了 其实也不需要看什么太多 然后看一下它的一个季节性吧 季节性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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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半几个月也创出了一个新高 还是不错 只要做好资金管理呢 其实CTU模型还是可以引力的 好的 那么TB部分呢 那么测试报告这块就讲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文华的这块 文华这个代码呢 和TB这个代码呢 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事实上文华呢 它有可能写出来 比TB减短很多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文华我不需要去声明 每一个变量都去声明 所以这就大大减少了代码的行数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 在WH8中的一个代码 首先呢 还是一个参数部分 就是一个周期参数呢 是一个 我直接写在这里了 这个代码是直接写在这里了 这个参数 还是我刚才讲过 这是一个周期参数 然后这个是一个VTR的倍数 然后这个是保证金的这个投入量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计算 这个计算这个 到底要开多少手 然后最少的也 最少之内 最少的也会开两手 然后进行一个取整部分的一个计算 然后保证金 乘以它的开盘价 然后再乘以它的这个 交易合约的交易单位 去交易合约交易单位 那么计算出它一手这个保证金 然后总保证金 除以它一手的保证金 然后取一下整 就是我们要开的这个 手速 然后复制到VL1这个面栏当中 然后下面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ATR的一个计算 这个公式呢 和这个在TB里面 你见到的公式是一样的 然后先是最大值的一个 最高点减最低点的一个最大值 对 最高点减最低值一个差值 然后与这个上一个棒线的收盘价 减去它最新这个棒线最高价 然后先比较出来一个最大值 好 提到说这个最大值呢 再与后面这个进行比较 那么就是它的上一个棒线的这个收盘价呢 那么减去它最新这个棒线的最低价 然后进行跟它前面那个差值呢 进行一个比较 然后取最大得出它的这个真实波幅 然后平均真实波幅 也就是ATR呢 就是一定周期以内的真实波幅 就是一个均值的一个计算 然后下面呢 这个就比较简单一点就是 一定周期内的这个最高价的均值 首先呢先计算最高价的一个均值 就是在Lens 我们刚才这里的一定周期内的最高价 然后在这个范围内就是Lens 乘以二这个范围以内的均值的最高价 取值 然后复制到HH里面 也就是它的上过 然后下面这个是正好相反 这是最低价的一个一定周期内的均值 然后在这个周期内的均值的最低价 然后复制到LL里面 都是和TB是一样的 然后这几个部分呢也都是和TB一样 然后第一个呢是当大鱼上轨 满足开拱条件 在小鱼下轨满足开空条件 然后这个 对于看这里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记录上一次信号的位置 这个就是向前退 也是向前引用 因为在这个文化里面呢 你像TB呢 它直接比如说我要引用一个棒线 我就直接这样 这样就是引用上一个棒线 但是你在这个文化里面呢 你不能这样 你必须是用REF这个系统函数 然后1 比如我向前退一个线 这个就是1 必须是这样来写 然后这个呢是首先呢 我的最就是中轴线 我的最新价格 如果小于小于我的这个中轴线的就是开仓时候 注意这个函数就是去上次买开信号位置 就是向前推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中轴当时保存中轴线 如果我的最新价格呢 如果小于当时开仓时保存的那个中轴线呢 然后我就拼多 然后下面这个是如果大于我当时保存那个中轴线呢 我就拼空 这块写法和这个tb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直接可以用到这个系统函数 bounce-inspire bk 直接可以用到这个系统函数 就能知道这个当时那个位置的这个档线 距离当前是多少根 然后下面呢 这个也是指引的计算 这个时候tb一样 就是小于上轨 然后最新价格呢 如果必须大于我进场是bk press就是我开多时候的那个进场价格 然后加上20倍atr 如果大于了 我就达到一定盈利了嘛 就相当于是 我就如果调整满足我就出场 然后后面这一部分呢 那就是开多 开多平空 bpk 所以这是bpk 即开多我又把空头平掉 然后一拼手速 当前并且当前是没有多头持仓 这个是没有空头持仓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首先呢 当这个是平仓了 如果当有多头持仓的情况之下 我要先进行一个计算 一个什么计算呢 就是我要平半仓的一个计算 然后还多头持仓量 乘以0.5 就是一半的多头持仓量 然后取整 然后这个必须最少一点平仓 然后 然后后面这个就是止盈的这个出场 然后这个是止损的一个出场 止损出场是全部出 止盈出场是出一半 0.5 然后下面这个是空头持仓 空头持仓的话 然后这个也是这个样子 空头持仓的话 也是刚才我们说这个样子 然后获得空头持仓的这个数量 然后一半持仓 计算出来 保存到这个变量当中 然后一半出场 然后全部出场 就是这样 这个计算公式是非常简单的 后面这几个部分 我觉得不需要 这是一个画线部分 这是一个画线部分 然后后面这个是累习行亏 把这一块 就是把你的资金曲线打印到图表上 然后这就是一个文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代码部分 因为这后面这个是画线的一个地方 这个这个没有什么 不是他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核心地方 然后后面的话 这个地方你要记住 这个这个地方 你假如你想把这个实际实际曲线的 实际曲线的 你要显示在图表上 那你就 那你就用这个 那你就用这个 money rail money railing money railing money railing 这个系统函数 就把他这个账户曲线的 那个显示到图表上面 然后给他一定的颜色 然后把线加出 就是这样 这是龙华的圆码部分 还有地方就是 还有地方就是 比如说 我们怎么把它放到这个策略当中去运行 这里有一个情况就是 我们先点开这个模组 点开运行 然后期货合约运行模组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模组 然后这是品种 然后选择模型 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选择模型就可以了 这里直接 然后给大家完整操作一遍吧 完整操作一遍的话是这样 就是模组 然后新建 这是它的这个 然后选择模型 然后吸摇 好的 点进来 然后交易合约 交易合约 交易合约 我们选择阻力 阻力 阻力合约 阻力合约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保存金情况 和手续费 然后这样 就是延续回车信号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 就进来了 进来之后 因为我这边没有登录模拟账户 事实上交易是中断 如果你登录模拟账户呢 这个地方就已经可以开始自动交易了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需要设置一下就是 图表的一个数量 图表的一个数量 重新计算历史信号 这样就好了 然后信号的 它在有个信号的趋势位置 这边信号趋势位置 它是在什么 18年今年趋势的 你可以是 你可以是在这个图表上面 将它这个模拟设置趋势信号 设置到这个 09年开始 然后它计算也是可以 然后这个是从18年开始设置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进行一个自动交易了 然后这边的话 它有各方面 比如说BK 信号复合 代入 这些这一块 这些这一块 没有什么东西可讲 复合的话 除非是选择 你在你的交易过程当中 你选择的是它的这个 手动下单 它需要 它需要确认一下 或者如果说 你的信号模拟的方式是 它就是 那当日开仓 开仓的时候 你需要手动确认 需要进行一个信号复合 然后 然后你的下单手术 然后你的直仓户 然后就是多头理论直仓 平仓 这些地方没有什么可讲 这些地方就是很直观的一个意思 就是如果你想要模组自己运行的话 就是在这里 然后运行模组 然后加载进来 就好了 嗯 还有就是这个 模型回撤这一块 模型回撤这一块 给大家回撤一下 我这边设置信号的其实计算时间是2009年3月27号 然后到这 到差不多 这是一个十年 十年的话 它的绩效是怎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嗯 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计算就是年化收益上这块的一个计算 就是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年化收益 为什么文化这么低呢 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TB它计算年化收益 它是根据你投入的保证金计算的 而这个文化呢 它是根据你的这个 起初权益计算的 起初权益的话 我这边是设置是50万 啊 起初权益 那么它年化收益下来是一年 引力20多万 事实上那TB呢 TB它是5万 啊 你可以这么切算 你就可以这么想这个问题 就是我投入的保证金是5万 TB是根据保证金算的 然后文化呢 它是根据你账户的总资金计算的 啊 资金分配量这是50万 然后它的年化单利呢 是21.43% 啊 然后负利呢 差不多是个 12.23% 啊 它这不论是单利还是负利呢 它都是根据这个年化 都是根据起初权益和期末权益计算的 然后TB呢 是根据你投入的保证金计算的 啊 所以这会造成你最后看到的文化和这个TB呢 它们两个的年化收益呢 是不太一样的 啊 是因为它们之中的取要素呢 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胜率 盈利比率就是它的一个胜率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净率和它的一个总盈利 那么它的这个绩效呢 肯定会存在略微差距 并且我这边这边是盈利多少呢 盈利了100万 那个罗文呢 当时我盈利是9万多 因为我这边并没有加滑跳 加上滑跳的话 会贪博一些它的利润下去 模型部分呢 就是最大的一个就是文化和这个TB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计算 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们俩的要素呢 分子和分母是不一样的 我的文化呢 那么差不多讲到这里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有个股票板是吧 股票板的话就很简单了 那么股票板的话 它就是 股票板的话它就是这里 股票板的话 就相当于是我是只开多 没有开空 股票板的话它是只开多 没有开工 股票板的话它是只开多 没有开工 那同时呢 要这里面要加一个代码进去就是 向前付全 使图表变得更加完整 这个代码已经就是要设置好出权 设置好出权 以后的负全 就把这个代码加到最后一号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代码都一样 其他代码基本没什么 没什么太大差别 然后就是这里的话就是 我其实是只开多 不开空的 好的文化部分就讲到这里 再一次 先试试试试